- 歡迎收聽喜氣洋洋,我是舌舊洋 - 耶,我是Cody洋 - 耶! - 今天,來一個來賓 - 好,自我介紹一下 - 我是總中 - 總中,哪一個總? - 哪一個總? - 你說總,全第一個嗎? - 對 - 雍種的總 - 雍種的總 - OKOK,今天畫面很滿,我們塞三個 - 對 - 今天畫面很滿 - 好,今天贊助商呢,一樣有吹咖啡啦 - 我們看一下後面的氣質 - 看得到啦 - 看得到嗎? - 誒,那個中間太滿了,看不到 - 來,來,逆十字固定 - OK - 好,今天呢,其實邀請總中來是因為二文 - 二文他有很多 - 滿屌的資訊 - 新三社 - 新三社 - 也是新三社 - 對,因為畢竟你看他這個人 - 你如果有畫面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 他這個人長得滿猥褻的 - 滿猥褻的 - 哈哈哈哈 - 靠 - 好,謝囉 - 謝囉 - OK - 好啦 - 那今天其實呢,來聊一些生活的話題啦 - 嗯 - 對對對,那其實就是 - 我覺得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怪事其實真的不少 - 其實怪事蠻多的 - 包含是不熟的啊,路上看到的啊,朋友啊 - 或是親人 - 我覺得親人這件事情是最難解決的 - 對,畢竟有血緣關係 - 啊真的真的 - 你又不知道怎麼講 - 對對對,那耳聞其實不少 - 這邊呢,我們破個例 - 我這邊先開頭 - 暖暖身,暖暖肌 - 來 - 讓來賓知道我們的tempo - 他該是什麼樣子 - 好 - 曾經呢,就是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 非常要好的朋友 - 我們都會去他們家,比如說打麻將 - 其實他家是有一個工廠 - 反正他家跟工廠是分開的 - 我們都在他們工廠打 - 打牌,玩牌,喝酒幹嘛聊天這樣 - 我們就在打麻將打一打 - 他突然說 - 這局打完不要打 - 是這樣講 - 是這樣講 - 他突然就 - 這局打完不要打 - 直接叫你 - 對,回家回家,大家回家 - 直接回家 - 幹,我覺得臉都綠了 - 他只差沒報警了,幹 - 然後很尷尬 - 就是第一個你會讓你的小孩很沒有面子 - 對 - 我們不只四個人 -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人在現場 - 是很多桌是嗎 - 對,一桌我們輪流 - 因為那時候就是年輕沒事做 - 一搞就是晚上到早上這樣 - 沒事的你就看電視嘛 - 幹,就搞這一出 - 這樣也可以 - 而且他當初是話講很滿 - 我們家不會怎麼樣啊 - 我們家隨便打 - 我們其實打了幾次是沒錯 - 可是他媽出現的時候 - 完全不一樣 - 我覺得是超級怪小 - 為什麼 - 因為通常家裡的人 - 即便要做這件事情 - 他應該也是叫你到旁邊 - 對 - 對嘛 - 誒,你過來一下 - 譬如說扣地養過來一下 - 自己是瞎瞧 - 你那算是比較有素質的 - 但一般來講媽媽 - 因為你們都是晚輩 - 所以他是直接靠背的 - 可是這種太... - 我覺得有點太誇張 - 但是,對 - 可是我發現 - 整個亞洲的都是這樣 - 真的 - 幹媽媽的很多都是 - 誒,你們這個到底在幹嘛 - 都是直接嗆 - 哇 - 搞不好他覺得你做錯事 - 所以他直接當下自止你這樣 - 做錯事,算嗎 - 有些人不是就說 - 打麻將咧 - 你不好 - 他小孩也是抽一喝酒啊 - 還好啊 - 你是錯誤觀念什麼 - 打撞球就是壞學生 -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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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那完全錯 - 老一輩人 - 為什麼我覺得他怪小 - 因為其實 - 這中間的過程 - 我有耳聞過他們家的一些狀況 - 因為他其實 - 他有個綽號叫小開 - 因為他以前就比我們所有的同輩都還有錢 - 家裡啦 - 家境優惑 - 家境優惑 - 對,家境優惑 - 所以 - 我們都一直用這個方式來稱呼他 - 但是呢 - 有一段時間他撬家 - 他跑來住我家 - 住了好幾個月 - 很扯喔 - 好幾個月喔 - 然後為什麼呢 - 他說 - 他說他 - 那時候我們是買摩托車就很秋了 - 反正就那時候買摩托車 - 他說他付了摩托車的頭期 - 然後他們家很有錢喔 - 他媽叫他去貸款 - 然後買摩托車 - 我想說可能要讓小孩學財經嘛 - 有可能 - 學理財 - 學理財 - 自己去打工嘛 - 我覺得OK - 結果 - 那台車給他割 - 哈哈哈哈哈哈 - 殺死了 - 殺死了 - 媽 - 家裡讓他變給他割 - 給他割 - 好 - 後期更大條的事情 - 我們都畢業了 - 因為我們就是認識太久 - 畢業了 - 大家出社會 - 更屌 - 買房子 - 給他割 - 不知道他不會反抗嗎 - 會 - 就是反抗 - 錢都他出的 - 他就撬家 - 逃家 - 搞這種 - 不知道他買房子還逃家 - 這個觀念 - 這個觀念有點說 - 摻雜老一輩 - 即便他還是男生 - 是再小一點 - 他有哥哥 - 對 - 可是長子 - 什麼東西都給長子 - 對 - 幹這個 - 這個不知道再想 - 可是是弟弟出的錢 - 弟弟出的錢 - 對 弟弟出的錢 - 啊這個 - 他就說 - 因為他哥先結婚了 - 他就說 - 哥哥結婚了 - 你房子給他 - 那他沒有補錢給他嗎 - 沒有 - 怎麼很像 - 中國那個福地魔 - 類似這種 - 類似這種 - 所以當時發生的時候 - 我第一個直覺的連結 - 就是 哇 - 不行 - 掉 - 這個家庭 - 我扛不住 - 真的扛不住 - 不過你講到麻將 - 我簡單說一下 - 我朋友 - 我那時候 - 你講說住7個月 - 欸 拍謝 - 我是住我朋友家7年 - 真的不胡亂 - 那個時候就是 - 因為其實我家的環境 - 也算小康 - 都還行 - 生活都過得還可以 - 住在家裡有自己的房間 - 那房間裡面 - 基本上 - 應有盡有 - 你要什麼 - 不會說特別缺乏 - 這樣 - 可是我朋友家 - 他是 - 我住他家的時候 - 是因為 - 那時候去他家的工廠打工 - 喔 OK - 他家那時候蠻有錢的 - 應該說 - 有工廠應該都不錯 - 那時候已經是 - 算是比較偏衰弱 - 喔 OK - 喔 OK - 但是我在他家工廠打工 - 打工到後面 - 變成他家工廠收起來 - 變成他家負債 - 喔 - 那 - 呃 - 呃 - 講簡單一點 - 在這個 - 他們家其中一個月曆 - 有一次不小心翻起來 - 欸 - 那個月曆遮的下面 - 就是一個類似 - 我沒有仔細看 - 但當時的印象就是一個封條 - 喔 封條 - 有點說就是 - 已經被查封了 - 已經被查封了 - 對 - 所以他們家的環境 - 我是經歷過 - 算是一個 - 也從旁邊參與這個過程 - 這樣子 - 因為我沒想到 - 後來耳聞之下 - 才知道原來他爸 - 超級會賭 - 喔 - 那就是碰麻將 - 那當然 - 有的人他碰什麼 - 那都不一定 - 但是他爸是 - 排咖是 - 電話打來 - 喂 - 好 OK - 掛掉 - 過年的時候 - 坐飛機去日本打麻將 - 喔 - 喔 - 他家的Label是這樣子的 - 喔 OK OK - 完全不顧 - 那表示他的那一掛人都很厲害啊 - 他有辦法這樣子嗎 - 對 - 那我就問我朋友了 - 他說 - 最猛的一次是聽到他爸 - 賭書營的時候 - 最後好像是拿 - 類似房氣地氣那一種 - 拿去做抵押 - 幹我是覺得他打到這樣也是一局 - 這樣有一點像 - 但他爸是蠻沉迷的 - 直接把工廠輸掉這樣 - 直接他家整個後面變負債 - 除了工廠那些全部都收掉 - 原本家裡 - 他也是從小 - 環境比較好 - 後面整個都變這樣 - 所以 - 我來做一個總結 - 麻將掃碰 - 掃碰 - 好今天這集結束 - 就是講麻將 - 麻將掃碰 - 麻將掃碰 - 你好像也蠻會打 - 我超愛打 - 但是我自己會拿捏那個尺度 - 我不是說我沉迷他們阿 - 不務正業 - 然後一直整天只想打麻將 - 沒有沒有沒有 - 輸贏就那些阿 - 打害大陣的就過了 - 對啊 - 你這邊咧 - 種種 - 我不打麻將 - 你不打麻將 - 我打麻將 - 我還跟你打過麻將 - 打麻將就一直輸阿 - 打麻將就一直輸 - 誰會打 - 難怪不愛 - 對啊 - 打著 - 麻將打著 - 後來你他媽的是 - 怎麼就結婚了 - 幹 - 講不到這件事情 - 這個 - 呃 - 拍謝齁 - 接得比較生硬 - 但是我還是直接硬來 - 我受不了了 - 媽媽 - 為什麼後面 - 看我真的是 - 聽不下 - 欸 - 認識到我老婆 - 這樣 - 會小心找人家 - 聊天 - 然後就認識到我老婆 - 不是 - 我每次聽到你都是有大事阿 - 我每次只要聽到說 - 他只要提出兩個字 - 種種 - 就是大事 - 因為畢竟我先認識 - 種種在先 - 對 - 嘿 - 我只要跟捨就養 - 欸 - 主要 - 這個密集度 - 完全是在他結婚開始 - 呃 - 因為結婚前 - 其實生活比較簡單 - 開跑 - 單純阿 - 結婚之後 - 我發現他整個人變了 - 變了 - 欸 - 變了 - 我就想問 - 這個大起大落 - 很開心 - 我就想問你 - 到底怎麼了 - 你怎麼了 - 聽說你家 - 丈母娘不簡單 - 我丈母娘就是 - 她常常就是 - 會說自己水膩 - 她基本上一天到晚 - 都是水膩 - 她一年是沒有在 - 正行過的 - 我的懷疑是她自己 - 開錯條路 - 你知道嗎 - 嘿 - 所以從來都沒有正行過 - 是怎麼樣 - 你剛開始 - 跟你老婆交往的時候 - 她就有出招嗎 - 基本上 - 剛開始認識的時候 - 還好 - 只是有時候 - 跟他們家出去玩的時候 - 會那個 - 她就是比較 - 不喜歡吃虧的個性 - 所以 - 中間都會有 - 就是 - 就是會發生一些事情 - 夢見 - 她會夢見 - 她能拿的全拿這樣 - 譬如說 - 因為她家是旅遊業的 - 對 - 她家自己開旅遊業 - 對 - 她家自己開旅遊業 - 他們是自己開 - 自己開旅遊業 - 哪一家我們抵制 - 類似 - 不是 - 她是類似這樣 - 等一下我那個字幕會上一輛 - 好好了 - 類似像靠航的概念 - 就是自己有一台車去接單 - 自己的車 - 自己的車 - 我有車 - 啊可以接 - 對對對對 - 所以他們每年都會辦那個家族旅遊 - 都是整車這樣出去 - 就坐自己家的旅遊巴士 - 對對對對 - 然後自己坐車出去 - 幹 - 真的不會聽 - 這也沒關係 - 然後反正坐車出去之後 - 基本上都是因為她 - 她的那個阿姨出全部的旅費 - 這樣 - 對對對對 - 她妹妹 - 她姊姊 - 妳丈母娘的姊姊 - 妳丈母娘的姊姊 - 姊姊出全部的旅費 - 比較富裕一點 - 比較富裕一點 - 所以她出全部的旅費 - 這樣 - 那後來 - 就是我旁敲側擊 - 知道那個她 - 因為通常就是 - 家族有大家出一點出一點嘛 - 你有車你輸車嘛 - 可是她車的錢會算在旅費裡面 - 她會把她立的錢算進去這樣 - 對對對 - 意思就是說 - 她 - 不能 - 連這趟車錢她都要賺 - 她最少不虧這樣 - 好那我大概釐清一下 - 最低限度 - 大家沒有互相出一點出一點 - 大家一起出去玩 - 妳出錢我出力這樣 - 比如說你要出錢 - 大家要收旅費算一下 - 總共花多少錢 - 她把她的車的錢算進去 - 再把他們家人的錢算進去 - 因為她阿姨本來就說 - 要出全部人的住宿跟吃飯錢 - 她都會算在裡面這樣 - 可是因為我 - 比如說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 我是不知道 - 那時候還是男朋友 - 所以我比較不好意思 - 所以我還是有包個紅包給他們 - 可是包這紅包呢 - 是被她媽收起來 - 那我不知道她有沒有 - 從她的旅費裡面扣掉 -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沒有 - 應該是沒有 - 因為她這個是私底 - 她這個是私底下 - 就是我在拿給她的這樣 - 對對對對 - 你這我身邊的 - 身邊曾經也遇過類似這種人 - 大家開開心心出去玩 - 就是有一些人 - 好像莫名特別熱心 - 我有去買飲料給大家 - 大家每一個人都有一杯 - 這家飲料很好喝 - 待會一人50塊 - 但這個概念有一點像 - 有一點不太一樣 - 它不會這麼明顯 - 它通常都是 - 譬如說 - 有一次我們去北海岸 - 住一個靠海邊的旅館 - 因為通常他們出團的名義是 - 它是帶團 - 所以它會有一個私領房 - 就是司機跟領隊的房間 - 那種會比較便宜 - 就是旅館會配合 - 還讓一個比較便宜 - 或是你吃飯的時候會比較便宜 - 這樣 - 後來因為那天住宿的人太多 - 剛好有一間比較大的房間 - 通常我們的認知就是 - 會想說 - 竟然是出不錢的那個人 - 你又出了那麼多錢 - 那你又有兩個小孩 - 一家四口 - 當然是最大的房間給你們住 - 對啊 - 我會這樣認為啦 - 然後呢 - 它完全不提這些事情 - 蛤 - 然後 - 它就跑進去那間住 - 然後也不跟別人講 - 然後還叫我們就是 - 叫我們不要跟那個他阿姨講這樣 - 所以萬一被聽到 - 我不知道會怎麼樣 - 然後那間房間大到 - 裡面有麻將桌 - 然後有類似像那個砲澡的 - 對外的砲澡 - 然後對內的砲澡 - 這麼誇張這樣 - 它連這個 - 這種地方都要勤起來 - 哇 - 物盡其用 - 對 - 物盡其用 - 可是幹嘛 - 傾自己人 - 不簡單耶 - 他專門傾自己人 - 我其實身邊也有這樣子的人 - 就是 - 也是親戚啦 - 對 - 因為講出來太明顯了 - 就不方便 - 對對對 - 反正就 - 其實狀況類似 - 就有點像是 - 譬如說長輩 - 有時候 - 大家好心帶長輩出遊 - 那可能就是 - 長輩的費用就是大家分 - 每一個家庭 - 一定是這樣 - 你說一千塊 - 我們四家分 - 一顆兩百多塊 - 然後就 - 我們曾經有發生過 - 我聽起來就是 - 最給小的事情 - 嗯 - 譬如說導遊 - 導遊會先從前面 - 可能等一下要去哪裡 - 要門票 - 然後來我們一個人 - 收多少錢 - 對不對 - 一台車 - 十五個以上 - 她從前面開始收 - 後面 - 後面 - 幹 - 後面 - 後面 - 最後 - 變我媽出 - 最後 - 因為你母子 - 你最後面 - 腳層太短 - 搶到前面位置 - 超扯 - 超扯 - 我對這種事情 - 就是很沒有辦法解釋 - 我覺得 -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 - 長幼的關係 - 你知道嗎 - 就是有一種 - 你想要傾別人 - 你覺得不行 - 一家人好來好去 - 對啊 - 就變成我在好 - 你在爽他 - 對對對對 - 而且不是說 - 我這樣講啦 - 如果你真的超窮 - 我沒有意見 - 如果你家真的有困難 - 這樣困難 - 我沒有意見 - 可是大家都差不多 - 而且那些人可能都 - 比我們家有錢很多 - 那真的很高 - 這是最不雙的 - 有沒有可能 - 他是這樣有錢起來的 - 都是 - 他就有錢起來了 - 也是有可能 - 也是有可能 - 但是 - 對於這種事情 - 我就很不能理解 - 因為我從小 - 我們家裡 - 給我的概念 - 是這樣 - 就是譬如說 - 你想要買什麼東西 - 要買就最好 - 只是上的概念 - 那如果你是要跟人家 - 譬如說出去玩吃飯 - 比較小氣 - 你平常自己省沒有關係 - 可是你出去 - 譬如說對朋友 - 或是我們大家出去玩的時候 - 這種錢就不用去計較太多 - 這樣你才會開心 - 本來就是 - 不然 - 有的人很有錢 - 有的人沒有錢 - 那你萬一 - 對阿 - 怎麼 - 你沒有辦法 - 全部都計較 - 對對對對 - 就會變成這樣 - 所以我對這種事情 - 就是其實蠻 - 看不過去 - 通常都這樣 - 但是你帳母娘 - 對別人會不會 - 還是專門對自己 - 喔對別人很好 - 對 - 他會請別人吃飯 - 就是 - 最激發就這一點 - 很多人就只敢對自己人 - 我們出門的時候 - 他都是 - 不太會出錢 - 基本上不會 - 因為他的長輩 - 也是我的帳母娘 - 所以我不會 - 基本上不會讓他出到錢 - 可是呢 - 他會跟別人出去吃的話 - 他會請人家吃飯 - 說別人說 - 年輕人很辛苦 - 怎樣怎樣 - 請人家吃飯 - 可是他請完人家吃飯之後 - 事後跟我們抱怨 - 人家就不付錢 - 怎樣怎樣 - 那你幹嘛 - 要這樣 - 就是要做臉 - 做臉子 - 然後就喜歡說什麼 - 自己的朋友 - 月收度多高 - 多高 - 然後可是都好像在 - 占他便宜 - 因為我老婆是在做 - 類似像網拍的東西 - 所以他有一些 - 離離扣扣的小東西 - 然後我 - 他媽就會 - 我院母就會跟他 - 拿這些東西去送朋友 - 然後去做人情這樣 - 可是問題是 - 他跟我們要什麼 - 都要跟我們收錢 - 然後他一直拿別的東西 - 去做人情這樣 - 就是專門在搞這些這樣 - OK - 這真的很不爽 - 這真的很不爽 - 有點 - 柿子挑軟的吃 - 然後自己自家人好講話 - 他就扛你 - 對對對對 - 媽的 - 欸 - 而且不是有一次聽說 - 你丈母娘 - 那個 - 叫你去幫他 - 去好事多買東西 - 然後最後怎麼樣 - 最後怎麼樣 - 就是 - 因為他們常常 - 要補貨買東西 - 他認為好事多東西 - 比較便宜這樣 - 然後因為 - 前提是因為我丈母娘 - 我在健身 - 常常跑健身 - 每天都要去健身房這樣 - 然後後來他叫我 - 幫我買東西之後 - 他都會說他拿不動 - 要送他到他家 - 樓上這樣 - 一定要送到樓上這樣 - 一定要說拿不動 - 而且要送到樓上 - 他不會送他拿不動 - 他就說你可不可以送過來這樣 - 他是丈母娘 - 我當然只能說好 - 可是我想說 - 你每天都去健身房 - 對啊 - 那你拿不動 - 你告訴我你拿不動 - 這不會太扯嗎 - 畢竟你是來專屬付Panda - 對啊我是專屬的 - 沒錯沒錯 - 拿不動 - 然後這樣 - 他會不會給你錢 - 基本上還是會 - 他算到那個位輸這樣 - 我就覺得 - 我就跟他講 - 算了算了沒關係 - 對啊 - 然後那個 - 假如旅遊業 - 剛剛那個旅遊業 - 我要補充一個 - 因為我公司還是會有 - 員工旅遊 - 然後 - 有一次出去玩 - 然後我想說 - 既然我都認識他 - 那就變傾家了 - 所以我當然是Push他們家 - 給他家做 - 你最大錯特錯了 - 然後 - 反正我們就是要花 - 那條錢就是一定要花 - 要去跟公司申請 - 所以就Push他 - 然後我們就安排行程這樣 - 然後他行程排好之後 - 就給我們同事看 - 然後出車當天這樣 - 然後出車之後 - 那個 - 他就是 - 我是 - 我是把我跟老婆寫在那個 - 人員名單裡面 - 對 - 所以都是我們要繳錢 - 對對對對 - 然後可是我們要繳錢去的時候 - 他就把我們當工作人員使換這樣 - 然後我就被想說 - 我又被以為是說 - 就是 - 就是到後面他可能 - 就是這條錢不跟我們算嘛 - 因為反正結帳是他嘛 - 對 - 對 - 他也沒有還好錢 - 等於說 - 我就在付錢 - 然後幫他工作這樣 - 幹 - 我那天就在這樣 - 因為他養一條狗嘛 - 我那天就一直抱著狗 - 然後去爬山啊 - 坐船啊 - 我以為你一直是養你 - 我就抱著那隻狗 - 然後坐船爬山這樣 - 幹 - 然後我還要繳三千多塊 - 好爽喔 - 就是你的行程整個被破壞了 - 你當好人 - 不是 我都認為沒關係 - 因為都自家人 - 只是重點是 - 那你就不要跟我收錢嘛 - 我都做到這樣 - 你還要賺我這一條 - 要 - 然後我老婆那條你也要賺 - 一定要 - 餐點 - 如果我們兩個不行 - 沒辦法統計 - 要不然不是 - 第一點是沒辦法統計 - 第二點是 - 我們是要跟司令吃嗎 - 對 - 這樣很麻煩 - 所以我寧願想說 - 那我們就好好的吃飯 - 所以我是想說 - 那就是當我們餐廢這樣 - 然後可是我們吃飯也是跟他們兩個吃 - 我們要被抓走 - 要抓出去別的地方吃 - 等於說整趟旅程就是工作人員這樣 - 然後要付錢的工作人員這樣 - 很不爽 - 你老婆還是她女兒 - 她也收得那麼硬 - 算得那麼仔細 - 到底在想什麼 - 然後反正旅遊是 - 我好像跟過他們兩三次旅遊 - 還有一次印象也超深刻 - 是因為我老婆比較怕蟑螂 - 對對對對 - 然後有一次就是一樣我們去花東 - 然後那邊也是 - 她也是要一間司令房 - 聽說那邊都沒房間的 - 我不知道要聽說啦 - 她都沒房間 - 所以我跟我老婆 - 原本是她跟她男朋友要去住司令 - 可是沒有 - 然後就變成我說 - 我跟我老婆去住司令房 - 可是那個 - 她說真的沒房間 - 哪怕房間太久沒用 - 然後可是是 - 就在比較差的位置 - 比較不好的房間這樣 - 然後想說沒差 - 就睡個晚上 - 可是裡面全部都是髒 - 裡面全部都是髒 - 我是沒差 - 因為當過邊的人應該都沒什麼差 - 因為要下基地什麼都見慣了 - 可是我老婆接受不了啊 - 我洗個澡 - 把他一直這樣 - 跟龍毛一樣 - 那個小精靈竄出來 - 黑色小精靈竄出來 - 然後我就在那邊殺 - 殺一個晚上 - 然後弄到三四點 - 還是有髒髒跑出來 - 天花板熊就髒 - 殺一天晚上 - 人家是殺蚊子 - 一般是被蚊子影響 - 幹你光是蟑螂就殺不完 - 殺不完啊 - 她就一直跑出來 - 我熱水澆 - 然後就跑出越來越多 - 看你要不要再攤那個司令房 - 不是啊 - 我沒有要攤啊 - 我就說 -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我老婆說 - 要不然我們就自己出錢出去住嘛 - 我們不要住在一起嘛 - 我們花錢嘛 - 對不對 - 那重點是 - 可是這趟旅程我還是有拿錢出來啊 - 又不是我沒拿錢出來 - 然後我住一個八百塊的司令房 -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 - 我看你結婚後整個人都變了 - 你他媽專門在折磨自己 - 這很high欸 - 然後反正我老婆受不了嘛 - 然後隔天就是在抱怨 - 因為我們到三四點都沒睡 - 因為真的還是有上次 - 她那個心情上沒辦法平復下來 - 沒辦法睡著 - 因為太怕是 - 對 太怕 - 所以我是直接去看日出 - 哈哈哈哈 - 直接在東海岸去看日出這樣 - 然後我還去拍那個縮食 - 反正就想隔天就跟他們家抱怨 - 然後她阿嬤就會說 - 啊你們就傲笑人了 - 被丟 - 還要被丟 - 然後我就想說 - 人家就怕不到你還睡啊 - 然後她不講話就走掉了 - 媽的 - 然後後來說真的受不了有沒有 - 然後後來想說 - 那就是希望可以換個房間 - 就是要不然你就讓我們出去住 - 她又不願意讓我們自己離開那個園區出去住 - OK OK - 然後我們就想說換房間 - 可是她媽又捨不得她那個海景房很漂亮 - 對 - 所以去住那個私底房只有她男朋友一個人 - 原本是她們兩個去住這樣 - 原本是我跟她男朋友去住 - 可是因為我老婆又沒辦法 - 她怕又有髒髒什麼的 - 然後所以我母女們想說 - 啊好那她就跟別人睡這樣 - 可是呢 - 我們待會不知道集10點11點 - 她都還沒走 - 那我想說 - 那你這個意思就是我要母女洞嗎 - 直接這樣來嗎 - 我就想說到底是要怎麼樣呢 - 好一個親子洞 - 對啊母女洞要親子洞 - 我就傻眼 - 然後後來我們就真的在這個睡衣間 - 真的假的 - 然後她就 - 你睡中間嗎 - 她一直就 - 沒有我又不是 - 因為她不走嘛 - 那我想說這真的很尷尬 - 然後我老婆那時候已經躺在床上 - 然後我是睡在 - 因為她是榻榻米 - 不是 是木頭的 - 所以我是躺在地板上 -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 那我就直接睡吧 - 然後我就躺在那邊 - 然後後來她就 - 她原本是要去別的地方睡 - 她就打電話給別人說 - 她總統已經睡著了 - 我就不用過去了 - 我在那邊睡就好了 - 哈哈哈哈 - 傻眼 - 而且是說你已經睡著了 - 然後那天就這樣 - 那天就這樣 - 半夜沒有摸錯啦 - 我沒有我不敢喔 - 可怕喔 - 她男朋友摸錯到現在還在 - 她男朋友摸錯到現在 - 她男朋友已經六十幾歲了 - 應該是退休的年紀嘛 - 她男朋友摸錯到現在還一直上班 - 沒辦法退休 - 她那時候說退休的時候 - 那個我原本就跟她講一句 - 你退休機那麼少 - 因為他們是靠航嘛 - 所以沒什麼勞保嘛 - 然後她就說 - 你退休機那麼少 - 我們以後要怎麼生活 - 直接跟她男朋友這樣講 - 重點是 - 講這一點就是 - 我原本很年輕 - 我原本才大概四十幾歲 - 完全年紀 - 完完全年紀 - 是可以去工作的年紀 - 她不願意去工作 - 她就不願意去工作 - 還蠻年輕的 - 真的假的 - 妳還不願意上班啊 - 然後就嗆她男朋友 - 她說 - 妳退休機那麼少 - 她怎麼生活 - 然後她開始算 - 第一條是什麼 - 健身房費 - 你都沒有工作的男孩 - 還是要去健身房 - 當貴婦這樣 - 哇塞 - 對阿 - 就是這樣阿 - 張五娘 - 日子過得挺好的 - 就這樣算阿 - 都是往身邊的人炸 - 初步了解一下 - 您太太是佔您這邊 - 還是佔他們家那邊 - 基本上是因為 - 因為這件事情都太奇怪了 - 我會跟她 - 分析 - 我會跟她分析 - 我會跟她分析 - 我說這件事情有點不太合理 - 而且有些是侵犯到她的權利 - 譬如說睡覺那件事情 - 對對對對 - 所以她是可以理解的是 - 她媽這樣真的是有點誇張 - 所以其實是 - 因為我們沒辦法好好休息 - 婚前 - 不太知道這些事情 - 婚前 - 我現在講的都還是婚前 - 蛤 - 我現在講的都還是婚前 - 現在還是婚前 - 因為婚後就是 - 直接是COVID的時期 - 就沒辦法出門 - 對對對對 - 我講的都是婚前 - 哇塞 - 很簡單耶 - 可是因為我覺得 - 對我來說還好 - 結得下去 - 因為其實基本上就只有 - 講到現在就有那個 - 出去玩的時候比較會被 - 生活上比較還好 - 生活上就還沒什麼太大往來 - 沒什麼意見 - 就是沒什麼太大往來 - 盡量不要往來 - 你們有辦什麼婚宴什麼的嗎 - 我們後來 - 因為COVID那時候 - 原本是 - 婚宴精彩了 - 婚一下 - 婚宴 - 但長輩有插手嗎 - 她那邊 - 完全沒有 - 不是插手 - 整個handle - 當成自己婚禮在辦 - 等一下 - 他們有出錢嗎 - 沒有啊 - 最不爽就這點 - 讓我回饋一下 - 是怎麼了 - 我記得很誇張耶 - 反正就是 - 那時候我老婆懷孕了嘛 - 懷孕之後 - 才說要結婚 - 可是那時候因為已經是COVID - 就是剛 - 那時候國外剛爆發 - 所以台灣那時候是剛要起來 - 然後那時候老婆懷孕這樣 - 然後懷孕就是結婚啊 - 然後所以在開始在談 - 然後就是談 - 一開始就是說 - 一開始是雙方家很會面嘛 - 所以我們就是 - 因為她 - 我原本還有點很奇怪 - 她去到哪裡都要帶著那隻狗 - 我就是不能理解為什麼 - 她去到哪裡都要帶著那隻狗 - 她去到哪裡都要帶著那隻狗 - 不是啊 如果 - 這還好啊 - 這個很難抱怨 - 可是如果她真的那麼愛的話 - 她出去爽的時候 - 怎麼不帶那隻狗 - 為什麼我就說 - 比如說她去吃高級料理的時候 - 怎麼不說 - 那隻狗不能去我就不去 - 所以她還是去爽啦 - 她是 - 選擇性 - 選擇性的 - 看場合 - 她就是把那隻狗丟給人家 - 或者看你有去 - 種種有去 - 她可以幫忙帶 - 她這樣帶狗 - 譬如說 - 要不然她就是要找一個 - 有狗能去的地方 - 有人帶 - 如果照這個邏輯來講的話 - 你看她每次去健身房 - 那為什麼要去 - 那你在家運動就好了 - 為什麼要去健身房 - 狗又進不去 - 阿你剛說結婚 - 雙方 - 主要我們就約在狗餐廳見面 - 然後剪菜嘛 - 然後雙方這樣寒暄一下嘛 - 然後就開始談談了嘛 - 談到後面 - 我只知道她談到後面 - 最後一句話是說 - 阿我們聊了那麼久 - 我們餐點都還沒開始吃 - 我想說 - 我們不是在談事情的嗎 - 對啊 - 你記得是你的餐點還沒吃 - 都冷掉了 - 也就有點傻眼 - 她可能意思一個 - 沒有 - 妳 - 這個我聽起來還好 - 因為 - 聊到後面已經 - 妳的意思就是聊完了 - 那聊完了 - 她只是意思說 - 大家可以開始享用 - 所以她用這個當作一個開始 - 就是說 - 意思是說 - 菜都兩人我們聊了那麼久 - 還沒吃 - 她可能是這個用意啦 - 我覺得不是啦 - 你覺得不是 - 她很在意是她還沒有吃到東西 - 這樣 - 看來這是真正了解她的部分 - 如果一般我不認識 - 會覺得說 - 原來她是好意 - 因為她當下的講話 - 可能我忘記她的語氣 - 她用詞是怎麼樣 - 可是她的意思就是說 - 啊我都還沒吃到東西 - 然後講了那麼久的話 - 這樣 - 反正就這樣 - 反正就這樣 - 反正就是 - 那是 - 可以談那些聘金阿 - 什麼就是談阿 - 然後後來那個 - 景點滿有趣的阿 - 我也沒有知道 - 佔什麼文化的意思 - 只是對方家長說 - 就是我怨文來的說 - 他們是不拿聘金 - 嗯 - 可是他們要自裝費 - 這樣 - 我就是不太懂 - 為什麼自裝費跟聘金 - 哪裡有不一樣 - 可是她一直堅持說 - 她不拿聘金 - 她大概不是聘金 - 換一個名義拿錢 我大概懂那個意思 應該說因為聘金的用意是一個 那個叫什麼 講好聽一點叫做象徵性的 就是你有這個能耐可以娶我女兒 那是象徵性的 那實際上的就是買賣 有點賣女兒的概念 交付贖金 那製裝費是另外一個 製裝費是黃金飾品 然後禮服 可是現在大部分禮服是用租的 所以其實製裝費 通常都是送一組黃金的飾品 可能十來萬 所以其實也要看他怎麼去規劃 假設說你製裝付了四五十萬 其實就是有啦 沒有啦他跟我們拿了十二萬六 差不多啊 可是我們是有說其他東西我們會另外準備 所以我們不知道他那個瞑目 反正他就是這樣講 就是我們家也同意這樣 然後後來他就說 講到說他認為主臥室裡面一定要有衛浴 這一點就有點困難 因為要嘛就是你要重蓋 因為我們叫透天 要嘛就是要重蓋 要嘛就是要買一間新房 可是這兩個條件都有點困難 就是在你家主臥室就沒有衛浴 他沒有黏在一起的 沒有在房間裡面的 有黏在一起的 可是沒有在房間裡面的 我認為一般透天這種房子還是比較少 對不太可能啦 應該是在外面 中間 然後左右房嘛對不對 除非你是有一些新的建案 然後是故意這樣做 可是因為現在房子也很少 我看過很多就很少這樣 反正他堅持 他堅持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關拉幣是 又不是拉樹 我媽也同意 他就說 他就跟我媽講說 啊你知道那個 房間裡面沒有廁所很不方便嗎 然後我媽就看了 殺眼一下說 對 看了就不能講對 不然他就說什麼 他就說我覺得還好 不行嘛 人家因為我們這樣要求 你也不能這樣講 對啊 所以我們家也是有 後來有在積極的處理這一塊 對啊 然後後來他說那個 他認為那個 那個婚禮不辦沒關係 可是最少要有個 最少要一個儀式 是讓雙方家長見面一下 對對對 所以後面 後面我們還是有 後面就是他 他有講到一點 啊不用吃太好的 什麼一兩千塊 這樣就OK了這樣 然後 他就說假如你們找不到 這這點就是 他說假如你們找不到 餐廳沒關係 因為我說餐 我說旅遊業的嘛 那是比較多 這種餐 那個婚宴會館 或是大型的 那可以吃 他說可以再跟他講 他會處理這樣 然後我說 好好好 他說可是我們大概有個想法 反正談完了 然後後來就吃完 然後解散這樣 然後後來那個 我們家自己在討論的時候 就說一兩千塊要去哪裡找 根本就不可能會有這種 不可能 沒有 如果有的話就是 啤酒屋嘛 就是人家喝啤酒 對對對 那我想說 如果你們家這種開明 我們家其實沒差 對啊 所以我們就跟他講說 那個 我們就找一家台灣翻壓嘛 台灣翻壓 沒有沒有 因為我是問我老婆說 那你們有比較想 還是尊重他的意見 所以你們有想辦在哪裡 他說台灣翻壓 然後他說那你們家 你OK就好 對啊 就辦在那裡 反正我們只是 我們也沒有什麼儀式 因為那時候也 餐廳 那時候是 剛開放 對就是比較好一點 所以剛開放可以吃飯 OK 餐廳可以用餐 對對對 只是那時候就很難訂 因為一堆人婚禮都延期 對對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 他就說好 然後我們就原本 原本是訂在那時候 然後後來呢 後來就是跟他原本講的時候 他原本說 吃到什麼東西 他說家長 長輩可以吃這個嗎 長輩可以吃這個嗎 長輩可以吃這種東西嗎 他有意見這樣 這個是大家都會碰到的問題 所有的長輩啊 我跟你講 我已經問了超多結婚的朋友 八成以上都說 沒關係啦 你們年輕人決定就好啦 好像交給年輕人決定 餐廳沒關係 你們決定啦 也不用吃太好 花太多錢啊 真的決定囉 看 你吃這個什麼東西 怎麼會這樣辦呢 怎麼這樣辦 怎麼會 你那叔叔阿姨來 這樣能看嗎 對啊 然後我就問他說 要不然你們要吃什麼 他說 然後 他說 你們 挑一個比較好 就是比較 OK 不用花太多錢 可是看起來比較OK的餐廳 可是我就聽不懂他意思 就是 要不然你就開個名單出來 我們走嘛 對對對 可是因為那時候真的比較困難 那時候是疫情的時候 然後後來我們是 真的找不到 然後後來他就 嗆一句話給我說 呃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 看你們家有多少誠意 哈哈哈哈 很無爽 傻眼 很無爽 對啊 傻眼 什麼誠意 你到底是要吃多好 你是要吃W Hotel嗎 要這麼有誠意 一桌三萬五萬這樣 這麼有誠意嗎 隨便你們做啦 當然要看誠意 看誠意啊 那時候餐廳又有夠難訂 對啊 那你都說要找一部幫忙找他出了一大堆意見 他突然是狗要能進去 哈哈 狗要能進去的婚約會館 又是狗 對啊 又是狗 他在他心目中那隻狗的地位 只差他一點 哈哈哈哈 這很扯啊 反正 阿這樣咧 阿最後 最後班在哪 最後後來我們去找 因為是桃園人嘛 所以我們去找那個皇帝靈 比較老字號一點 都應該聽過這樣 然後剛好有一個寶箱 然後因為我們那個 不需要那個 因為我們沒有儀式 單純吃飯 對單純吃飯 所以我們就是用那個 叫什麼 就是 呃 叫什麼 就是吃飯的名義 來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一桌好像我記得 好像六七千塊 也OK啊 不是 因為我們沒有加一些 其他的那個 然後後來他媽 就是那個菜 然後後來他媽就說 那你那個菜單上面 有些菜可以換啊 什麼的 對對對 然後開始提供 就是又有意見這樣 然後後來 我媽就有點 我們家這邊就有點不爽 然後就是 他說菜單就在這邊 他說那你就是看你 有什麼菜要改 你們自己打下去喬 就是因為我們已經 因為他一直指定我們家做任何事情 就有點不爽 對 然後我老婆就有點天天的 他就直接把菜單拍起來 然後那個金額也上去 給他媽看到 然後後來他媽就 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傳給他朋友看 然後他朋友就說 你家女兒 後來在低卡 看得到 他說你家女兒 一桌才吃這麼少錢 然後後來他說 他媽就說 對啊為什麼這麼少呢 他說 然後那個他朋友就說 你家女兒一桌吃他個一罐兩萬 怎麼了嗎 然後他媽就用一樣的 馬上被閒言閒語 對啊 他媽就用一樣的語氣跟我講話 然後我就跟他解釋 我說因為我們沒有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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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可是你這些菜這樣可以嗎 我想說不然你到底要多少 你講嘛你又不講 然後一直要我們拆 然後我做了你又不滿意 對不對 對 這是啥俠 這很不爽 這真的很不爽 其實就 我的經歷是這樣子 就是其實我們 我當初結婚的時候 我也訂不到餐廳 當然 所以我們就 講了一個話 就是說 假設有人退訂 這話 打給我們 可是 我說真的喔 我身邊是真的有朋友這樣 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婚禮的事情 因為我每次都說辦簡單 長輩都說你們弄 弄到最後是一直在介入嘛 一直插手 一下菜不行 一下 流程不行 一下什麼 錢不不行 什麼 反正就搞一堆事啊 最後兩個就不結了 對啊 直接取消 然後不結 對啊 連婚都沒結 兩個就分開了 這是很常有的事情 其實我們那時候 吵到也是滿嚴重的 對 因為這個太誇張了 因為你 加上是 吵到 我講到一個很扯就是 我媽那時候被煩到直接落淚 跟我說 她覺得壓力好大 剛好看的超心疼的 而且還不是 你們直接當事人的問題 所以說結婚是 兩家人 結婚是 兩個整個家人的事 我媽直接哭著跟我說 我就只能跟她說 因為我岳母是真的有點精神疾病 我就跟她說 你跟你有一個精神疾病的計較 這樣 不是很好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呃 變相的情緒 那有一個問題 就是 結婚 合氣一點的人 會以兩個家庭為重 但我說個實話是說 以我的立場 我覺得結婚是兩個人的事情 我們 前後可能因為要磨合 所以家庭會有一些 這種事情發生 但就是彼此講好 如果互相支持的話 結婚就是你們自己的事 兩個人家就隨便了 坦白是 如果要說是我的話 我也是這樣子 我會覺得說 你們就 當然我家可能也 也比較開放 所以很多事情 我會認為說 這就是我們兩個的事情 對啊 你們就以配合我們 對啊 想怎麼做 什麼辦婚禮為主 嘿 嘿 有例外啦 有例外 他出錢嗎 對啊 不然就是家裡父母出錢 那你們就沒辦法 出錢最大 我也是這樣認為 可是問題是 我岳母那邊沒有要出錢 然後意見一堆 然後重點是我爸媽也是 蠻開明的 就是我們想怎麼辦 他們都ok 全力support 然後因為那時候 當初有講到說 那個什麼十二里 什麼的 因為他們家一直要求我們 所以我們這邊有點不熟 然後就是問他們說 那我們這邊 他會不會準備一些什麼東西 就是照理來說 岳母要給女婿 要給男方東西 對 男方東西 沒錯 就是他其實是一個互相 我願望就說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然後一直在問說 從我這邊拿出去的 什麼都沒有 沒有 他沒有這樣講 他只是說他沒有準備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 日子慢慢到了 然後就有跟他確定說 如果 他一直在問我媽 就是我們這邊那個 金子什麼時候給我老婆 對 可是因為就是鬧到有點不爽 所以我們這邊也不太想準備 因為我這邊也沒有 對啊 那禮尚往來 我們這邊也沒有 那就鬥必要有 反正我們本來就是 我們本來就是一個家宴 沒有其他任何的儀式 對 反正就是這樣 然後後來他講到後面就是 因為他還要管我老婆 婚禮當天要穿什麼 他就說要穿得很漂亮 什麼什麼 然後一直送我老婆去 什麼買婚紗 什麼什麼 可是問題是 我們就是沒有那些流程 我們也沒有親密 對啊 對 所以我老婆要怎麼穿那個 對啊 我們也沒有新娘房 對啊 雖然說這樣講得很對不起我老婆 可是我們就沒有這些 那你要我 你要怎麼準備這些 就是你已經沒有這個流程 然後他又要去準備 對他又說要這個流程 對 可是要怎麼弄 就沒辦法弄啊 然後反正他被我老婆弄很煩 然後我們還是有去 因為我老婆想要嘛 我是依照我老婆的意見 然後我老婆想要 所以我還是有要去試穿 可是因為真的 就是穿脫那些太麻煩了 然後重點是我們就是那一下下而已 對啊 對 那所以後來我們這邊就沒有 然後所以 我老婆就是自己買一些衣服 小裝裝什麼的 然後有一些 那個配飾什麼 對 簡單啊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我岳母就一直問說 那你那個 那些金氏什麼時候來啊 看一些搭一下 跟我老婆的衣服搭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問他說 就是 我就跟我岳母說 你不要管我老婆要穿什麼 你管好你自己就好了 你不是有製妝費嗎 就製好你的妝就好了 你這樣直接搶 他的製妝是製自己啊 對啊 哇靠 他的製妝費是製自己的 不是 一般製妝費是給老婆的 對 但是他 這個後面會講 這個後面會講 好好好 我說你就穿好 他說 我說你問這麼多 那 我原本以為他的意思是說 就是假如我們這邊有準備 他也要準備 就是禮商往來嘛 然後就跟他確認 他就說 他說沒有啊 他就說 我只是想知道有沒有 有沒有要 那個 我們這邊有要準備這樣 然後後來我說 那你問這麼多 到底是要幹嘛 他說 他就說 沒有 我們那天就想到飄飄亮亮的出席教育 我說好 好 我說 那你就飄飄亮亮 你就把你自己弄得飄飄亮亮就好了 其他事情你都不要管 你不要管我老婆要穿什麼樣子 這些都不管你的事 你已經 你已經 態度已經變了 慢慢在變化了 對啊 不是因為他管太多 他管到人家要怎麼穿什麼什麼 已經 過頭 管太多 不是我老婆已經快受不了了 我老婆都要受不了了 你 你老婆其實那時候壓力也很大 大家心餅乾 對啊 一個老公 然後自己媽媽這樣 然後說 隨便年輕人 最後什麼東西變慈禧太后 大小 而且管到後面 怎麼樣 聽說大餅也有事情 對啊 那個那時候後來那個 大餅也是跟我老婆的意見 我們還去吃吃西 欸 我們有去吃西 好像有 有去找 還沒開始找 然後他媽就說他要吃日新糖的西餅 指名 指名說我一定要哪一家 對我一定要哪一家 我想說 要不是你結婚 對 他講我老婆講過他媽 所以我們就買日新糖 等一下 我從 我從你剛剛講 到現在 我用我還 我一直都記得一句話 沒關係 簡單辦就好 一桌兩三千 你應該要記得那句話是 媽的 欸 要禮服 對 要製裝備 要洗餅 要婚宴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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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流程 要流程 哪一個東西是兩千 對啊 你應該記得那句話是說 那個 他都自己當他自己的婚宴在辦 對啊 對啊 他什麼都有意見啊 連新年要穿什麼他都有意見 哇 應該是我們要求他們要 就是會有一個 要怎麼穿吧 或是搭配我們新年的Dresscode 什麼的 這好扯欸 互相 可是他卻完全沒付出 一直在指使 對啊 一直在要 這超扯 那我覺得你脾氣超好 沒有 我覺得爆炸 他剛剛他都已經變髮鬥了 髮鬥 反正擠娃娃 對啊 對啊 反正後來那個 然後 反正吵到後面 真的要舉行婚禮當天 我想說應該沒事 當天他媽都可以搞事 我這個傻眼 我那一次是 超不爽 婚禮當天 就是因為我們是家宴嘛 都講好了嘛 來多少個人都講好了 對對對 喔 講到來多少人 請國民黨都 都來 沒有 原本就說家宴 所以他們家就是 一桌 然後後來他就說 他的什麼親 什麼朋友一定要來說 多好多好多好 一定要來怎樣怎樣 不來不行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又變兩桌 家宴變 原本是 反正原本講好多次 他朋友又要來 然後又多篩人這樣 可是問題是 我們跟朋友們要請別人啊 然後他要找別人來 反正都沒關係 然後婚禮當天 然後突然說 因為我們是家宴嘛 我們沒有那個大的主桌 因為一般婚宴有大的主桌 會做十二個人 一個大圓桌 對做十二個人嘛 我們沒有 然後後來他就說 那個 他說當初就說 有要做這個啊 那怎麼現在沒有 我想說 誰跟你說 沒有人說啊 他說的意思 他說的意思是 他舅舅要上去做 做主桌 他說什麼舅舅比 什麼阿婆還大 對對就是大姑 所以他 習俗是這樣 主桌會有一個 然後他舅舅還有一個女朋友 這樣 所以他們家就是阿公阿嬤嘛 舅舅 舅舅女朋友嘛 然後他媽媽嘛 還有他媽媽男朋友嘛 這樣就六個人嘛 這樣我老婆他們家要做七個人 那我們家只做三個人嗎 但是你們做容納不下十二個人 就只做十個人啊 可是他們 十個人他們佔了七個人 對他們佔了七個人 然後我後來就說 我說阿萬祖舅給你們做我去做別的做好了 不是阿將要怎麼喬 他說叫我們喬一下 到底要怎麼喬 對阿 然後後來他還說 我老婆不算他們那邊的人 所以他不能算他那邊 所以就六比四還好 看我傻眼 他連自己的女兒都追內為人 要切割這樣 所以我這裡只有在七十 六個人這樣 六比四還好 原本是七比三這樣 七比三就比較難接受這樣 你看我兩個算數很厲害 重點是這次婚禮前兩個小時 在跟我吵這個 我真的受不了欸 重點是 額外再多加桌 那別的桌 那時候還訂得到嗎 你臨時這樣不然加那麼多 加桌是更早一點的 那個都是好巧 那個都還好 因為本來就有多一些位置 因為我本來就沒請什麼冷 就是你要硬塞的 你又突然說你的朋友要來 就很奇怪 好像都講好了 就你臨時弄這一招 對 然後反正婚禮當天又說這樣 然後後來那個 是請他阿嬤出來跟他講一下 他才真的同意 就是我們就這樣辦 然後後來 那個不是剛剛有提到說 那個製裝費嗎 對 他不是說要穿漂亮漂亮嗎 全場穿最漂亮的就是他本人 結果你是許他 他本人穿最漂亮 而且 他就真的很像是租那個小禮服來穿 而且 要是我這樣聽起來沒錯的話 他是多巴鞍的穿著 現在最流行 芭比穿著 類似像芭比 類似像芭比 就是穿得很浮誇的 整個很漂亮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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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蓬蓬裙這樣 他是把自己當 衣紗白女皇室 沒有沒有 他就是 女婚人這樣 所以他就是 他就是把自己當成女主人來辦這些東西 所以他就穿得最漂亮這樣 感覺是他要嫁 對 然後他還幫他狗穿得很漂亮這樣 狗 狗也要打扮 對狗也要打扮 那真的是巴比 然後重點是他女兒 打扮怎樣 他就不管 哈哈哈哈 因為你有嗆他 因為你有嗆他 哈哈哈 不是要說 他女兒穿怎樣 要他的狗的程度比他女兒還高這樣 不是說他女兒穿怎樣他都要管 然後最後 只在乎他跟他的狗 對 穿最漂亮就是他們兩個 最浮誇就是他們兩個 衝狂水逆嗎 他就是從頭到尾沒有正行過 不是那個婚禮那邊 他後來因為我們那個 還是有 就是因為是家裡人嘛 所以家裡人還是有 雖然說我們沒有Soli 可是家裡人還是會包一些紅包給他這樣 然後後來那個 那個大家都是直接拿給我太太這樣 對對對 然後後來他 他就是 剛剛不是有提到有三個 有幾個多來的人嗎 他的朋友 對 他的朋友也說要包紅包給我太太 然後後來他媽就說 那你就拿給我 我再轉交給他就好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知道你什麼個性 我們直接交給他就好 哈哈哈哈 我們知道你什麼個性 對我們知道你什麼個性 直接這樣 對 所以我們在婚禮結束之後 又去他們家一趟這樣 以前是我們傳統 我是不知道 反正我們就去他家一趟 然後他就直接把 他的朋友就直接把紅包給他 然後這邊值得一提的是 那個 他說 他的叔叔 就是那個 他的男朋友也要包一個大紅包 給我老婆 對 可是他先把他收起來 哈哈 哈哈 嘿 讚為基佑 他好像要包個 好像六萬還多少 反正 他男朋友就是包錢給那個 要給我老婆 然後他是先拿給他 就是拿給我岳母這樣 然後通常這個意思應該是說 我包這個數字 看你要不要再加一點 湊一個比較吉利一點 或者怎麼樣 再給你女兒吧 沒有他就收起來 加到八八八八 六六六六加到八八八八 類似這種感覺 沒有沒有 六萬六千 對類似像這樣 或是他的意思就是 那你拿給你女兒這樣比較好 沒有沒有 他收起來 等於說 我岳母在這趟婚禮賺了不少錢 就是人家的紅包錢他也A種這樣 不是 是 從頭到尾沒有要辦婚禮啊 對 哈哈 沒有要辦婚禮 只是個家業 對一直在收錢這樣 可是他最後禁出來的那個數字 是可以額外自己在買一棟別墅的 沒有啊 沒有誇張 再把那個廁所移到主婦 對對對 蠻會的捏齁 對啊 很扯啊 就是你禁連你女兒 連你女兒的紅包錢都要禁 這是真的蠻誇張的 然後通常我的認知是那個 結婚的聘金都是會給女兒 對 那也沒有 他是全部收起來 全部沒有 我老婆一毛錢都沒拿到 所以 他從他媽那邊一毛錢都沒拿到 通常這種狀況都會有一點 就結了婚之後啦 會有一點革命的狀況出現 會一定會革命 我是他小孩 我絕對死不了 就是因為感覺 你他來這邊好像 可能他習慣了這種模式 或者是 他不敢 他反抗不了 因為他就是我剛剛提到 他媽太會勤勒了 然後他又沒有辦法距離力爭 這樣 ok 那你的立場又不方便 沒有阿我炒爆阿 你炒爆阿 他現在已經開關打開了 沒有沒有那時候就直接炒爆阿 他就說阿不然不要解阿 不是我沒有說不然不要解阿 我說阿不然主桌給你們做阿 我就直接這樣講這麼兇阿 你想要怎樣 隨便你阿 那我不要做阿 那你們去弄阿 我直接講到這樣 所以他們後來才犯完阿 要不然他媽都踩很硬阿 你媽 阿不 你媽哭 你老婆哭 你哭了沒有 我沒哭阿 我覺得沒什麼哭 我只覺得這些都太瞎了 內心溏心 然後重點是沒完 我們不是去他家嗎 後來婚約當天結束 他媽還拉著我們去送喜餅 蛤 這麼累耶 然後因為他是叫我開車 大家去送喜餅這樣 然後說什麼很好的朋友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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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說一定要去送喜餅這樣 好目的是什麼 他說他很好的朋友嘛 他人家住哪裡都不知道 住哪裡都不知道 然後我們 9點多才到人家家吧 然後去那邊 迷路了 沒有沒有 也沒有迷路 就是有問人家在哪裡 然後繼續送我送餅 然後聊聊天聊到11點多 然後他送這個餅的目的是什麼 他後來上次才講 他說奇怪 他們怎麼沒包紅包給我 幹他是為了去戀財 算了 他是為了去戀財 他賺到 對 因為喜餅他不用出錢啊 對 他就是人去露個臉 我帶兩個新人來喔 我還帶新人來 你還不包紅包媽這樣 這個意思 我還帶著 我們婚禮當天去送禮這樣 我 我大開眼界耶 對啊 不是 正常的狀態應該是說 人到了婚宴場所 或是你寄喜帖給他 他才會包嘛 對啊 可是 通常你送喜餅去給人家的時候 我們一般人是不好意思收 對啊 因為他沒去嘛 那我只是給個禮 告訴你說 我們家有喜事 分享喜悅 而不是 我給你 禮 我是要有東西回來 要收錢的耶 我的願母是這樣 我知道 這一集的title要寫什麼 要寫什麼 丈母娘之煉金術師 太煉金術師 媽媽真的太猛了 對 什麼東西都可以 他可以當一個民間禮磚耶 對啊 很會賺耶 這超扯耶 超強禮磚 超強禮磚 因為我剛有提到 我太太 不是我願母是跟他男朋友嘛 所以我太太還有一個生父 他送 他一樣有把喜命拿給他們家 一樣也是要用紅包的意思 然後他也是在說 為什麼人家沒包 他會抱怨這件事情 沒包的時候 他後面吃下murmur 讓你們知道 對 對 可是問題是 好 就算他今天包了 那個錢也不會到我老婆的口袋啊 對 重點是這個啊 對 重點是跟你們murmur 應該是說 幹嘛我們這趟出去沒有收 對沒有收 我們同一條船這樣 奇怪 怎麼這次沒中 結果他只在乎他自己 對 錢沒有分給你們 對 他只在乎他自己 我怎麼少收了幾條錢 奇怪 奇葩耶 他說我嫁個女兒 怎麼少收幾條錢 我這女兒難道是怎麼了嗎 對啊 還怪人家都不怪他自己 對啊 反正後來 反正結婚就告一段落 我以為就差不多這樣 哇靠 那時候原本是 那個 後來就要生小孩了 然後那個 生小孩原本是要打算給他媽帶 還敢給他媽帶啊 因為我們也沒有別人可以帶啊 因為我的認知就是 我這條錢就是要花嘛 對 不管怎麼樣我都是要 我都是要花這條錢嘛 那時候給自己人賺也比較好 然後後來 他媽 他媽 就因為我跟他媽提到這件事情 然後他媽就開始到處打聽 現在保姆費多少錢 你媽 不 你從兩線 打聽行情 對行情 他不能回答 他要照行情 他不能回答 他不能因為自己的便宜收 不行 不行 不能便宜 絕對不行 而且他會按照高標來收 如果他跟我說 比如說保姆費 公定假設兩萬五 他如果跟我講兩萬五 我說好那我去外面 對 因為外面還有執照啊 對外面有執照啊 重點是我願母會仇淹啊 對啊 所以比較不好 因為後來沒有 後來沒有給他帶 沒有沒有 還好沒給他帶 他做這件事情 他做research 這件事情我就覺得 有夠屌的 就是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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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聽到到現在為止 還好沒給你丈母娘 給你丈母娘 帶的話 他好 公定價兩萬五 他也兩萬五的話 他額外會有一些 另外 另外一個名單寫 他另外什麼支出 多少錢 他不會算在那兩萬塊 他一定會有無限說 不對 這個小孩 你要好好照顧他 要好好照顧他 就要用什麼 他可能要背愛馬仕的包包 把他自己的預算 全部都加加進去 你講到這個 不是不可能 你丈母娘我覺得就是這樣 沒有沒有 他確實就是 搞過這種事 有這樣 因為我有說到 他目前他們家唯一的經濟之助 就是他男朋友在賺錢 對對對 可是呢 他男朋友不吃牛 他不是會叫我去好市場買東西嗎 買牛肉 然後 他們家賺錢的人不吃牛 他就買一大盒牛肉 他自己吃 買那個 辛苦了 快到盒牛等級的牛肉這樣 辛苦了 吃太多 就吃很好的那個牛肉這樣 而且 子民要prime 對啊 子民要prime這樣 我不能choice 要prime 太便宜不行 吃不下去 你真的是 你臭娘很會 真的很會 他連他男朋友這邊都要挺 你說人家不吃 你就吃別的 不是啊 他不吃買一盒最貴的這樣 男朋友趕快 他往後你不吃我趕快買一盒最貴的這樣 男朋友趕快逃 他哪有逃不了了啦 他已經沒辦法工作了 還好只是 你丈母娘 對啊 如果他男朋友也要吃的話 你可能要買學廠系 對啊 所以那時候我那時候就在討論 花費更高 那時候跟我老婆討論 說萬一你媽到時候餵我牛吃和牛 看我看不到 然後算說 這個月和牛吃了五千 我傻眼 真的傻眼 對 他下次打來 如果說就好事多 你就說好事多 你會員到齊 哈哈哈哈 你直接說 不好意思 我會員到齊 他罵了 他罵了 幹 他一直從你這邊 打來我就開始哭 我真的沒錢了 打來我再忙 我待會回你喔 好拜 那時候是這樣 然後那個 然後他們家也是有點狀況 就是那時候後來那個 因為我老婆要快生嘛 他媽媽就說 那個要養雞 給他補 他說什麼 一天要吃一隻雞 這樣 一天要吃一隻雞 你丈母娘養雞 不是 我他阿嬤 他的媽媽 他媽媽本來就有在養雞 他媽媽本身有在養雞 他阿嬤本來就有在養雞 對 我岳母的媽媽 就他阿嬤本來就有在養雞 OK 對 然後他只是說 生小孩要補嘛 一天要吃一隻雞 這樣 所以他打算養二十隻 欸?二十隻 然後後來我原本想說 也是蠻 蠻用心的 對很用心啊 然後後來我想說 這就是人家的好意 對對對 就是希望他自己的孫女 補得好嘛 坐月子做得好嘛 這樣 對 所以我們一開始 原本是打算說 要不然他我老婆 就是在他媽那邊坐月子 我怕他在我們家比較放不開 對 然後那邊又有東西可以吃嘛 對 反正他阿嬤都想到說 他媽媽就算一下預算區 然後開始養雞 這樣 很貼心 然後呢有一天呢 他阿姨就突然跟我們說 雖然說人家是好心 可是那個人家養雞也是有成本 對 你意思意思要包的紅包 我想說好啊那沒問題阿 包紅包嘛 我說那要怎麼包 他說一隻雞大概一萬塊吧 不是 我真的 你丈母娘 是養牛還是雞 養牛要先 要先搞清楚 好不好 你一隻雞 要包一萬塊的紅包 對啊 二十隻雞 要包二十萬 二十萬 二十萬就去入月中了 不是 你丈母娘 二十月中還有比較多東西 還有那個護理師 等等 你丈母娘的媽媽也是很會理財 很會理財 醫院很會理財 對 都會灌一個油頭 灌一個 不行 我是為你好 你這個孫女 要補 來 我有在養雞 我來幫他養雞 養雞 這隻雞一隻要包一萬 他到時候吃的時候 那個腿那邊會有一萬的隻 這邊五千 這邊五千 喝湯要先包紅包 你以為像日本頂級哈密瓜 標籤在旁邊 標在旁邊 這隻雞是怎麼樣 那時候就這樣殺眼 然後後來所以討論到後面就是 家族噱頭 後來討論到後面就是 因為我老婆本來就比較偏向月中 對 所以後來就是我們就去看月與月中這樣 然後後來有在跟他媽討論 他媽就說 我東西都準備好了 就你要來我這邊 坐著月子的東西我都準備好了 你現在突然說不來 然後他媽要準備什麼 那個 因為那時候我老婆生的時候 在冬天比較冷 預算其實一月 她比較冷 我約母媽準備了三台暖暖 三台 算是熱風機 這麼大台 三台 他說要準備好了 就這三台 就這樣 我都幫你準備好了 然後你突然不來 你突然不來 頓補藥材都沒有 沒有沒有 你不來可是我準備好 這也是要算錢 這也是要算錢 你看我賺不到怎麼辦 我會不會一台兩千耶 所以我要跟你收三千 沒有沒有跟我收 只是他們就 他們不能理解我們這樣 哇靠 這很扯耶 對啊 就是反正就是這樣 就是那個 後來我們還是去月中 然後去月中那段時間 用家庭革命 又要家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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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媽就不能理解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去月中 什麼的 不是 這個聽起來整個都很荒謬 你就算 你就算跟市場叮雞 一隻生的給他屠宰 也不用五百塊 對啊 然後後來那雞的事情還沒完 然後後來 因為我們後來決定去月中嘛 他媽準備的東西沒用嘛 怎麼辦 那阿媽養了雞怎麼辦 他媽就說 我雞都養了 他說你現在不吃 所以我說 他們家族血統都喜歡搞這張 先上車後補標 先坐了 跟你要 我雞都養了 你現在不吃 我養那麼多雞 我們育產機在過年附近 所以 他說過年也吃不完那麼多 他後來好像養了幾隻 好像十幾隻吧 他說那怎麼辦 我想說 不光我是 我沒有要吃 對不對 我就說你們家的東西 我都餘一餃 然後後來 然後我說 好阿 不然你養那麼多隻雞 我還你阿 我去買好隻多買阿 一隻也才 一兩百塊吧 對啊 我還你二十隻阿 四千而已阿 好像小時候 好事多烤雞 還幫你烤好 對啊還好吃 好像小時候在吵架 不然我還你阿 對啊我還你阿 哭出來阿 真的耶 還你 受不了阿 還送你兩包黑胡椒鹽 什麼阿 那時候生小孩後來就是 送送 就是反正後來去月中做月子 這些事情就比較少 還好那時候是在COVID 完全不接客 因為我老婆那時候跟他吵到直接封鎖他 他在產前憂鬱 你老婆吵到直接把他媽媽封鎖他 對他 直接產前憂鬱 這樣 這個聽個總結 因為就是 他們家沒有一個人可以溝通 對 全部人都在搞事 對 而且 本來想說可能阿姨比較富裕 比較正常 對啊 他有點太富裕了 富裕他一直進一步 他包得出來這樣 有點太富裕了 太富裕了 真的 太扯了 你大概是我目前聽過結婚阿 包完家裡 最辛苦 最辛苦 我當初 我當初聽到我也是覺得 What the fuck 這是殺小 怎麼會 這要是我真的結不下去 而且 不是你老婆的問題 對啊 會整個弄到很不想 很想單身 很想一切都不要 以後還是會 因為是兩個家庭是嗎 對啊 因為以後還是要面對他們家 很麻煩 對這個要嘛就是斷捨離 這種感覺 可是又不行 最好就是 假設你太太在你這邊 我覺得不會有問題阿 我太太在我這邊阿 可是問題是 這是真的 可是問題就是 他控制不了他媽 就是他媽 就變成說你要跳出來處理 對啊 變你要處理 我也不是不處理 只是很難處理阿 很麻煩 因為你畢竟 我身分比較尷尬 你的立場還是屬於外人 對阿 外人要去講這個事情 其實確實是困難很多 辛苦 然後反正他那時候 那時候月中的時候 我們就吵 他還打下來跟我吵了一兩個小時 然後後來就說 為什麼我們都不適心阿 講阿 我說我們講阿 你不願意接受阿 我說你不願意接受 不是我們不講阿 然後後來吵了一兩個小時之後 後來他說 所以我們今天打電話幹嘛 沒有結論 然後他還問我說 他打電話他不知道要幹嘛 我說我不知道你阿 我跟你講然後你又不願意接受 然後現在在問我說我們要幹嘛 他傻眼耶 就是沒辦法溝通 我好說歹說 我跟他說月中有完整的醫療系統阿 有人會照顧老婆阿 會看小孩阿 我說給你顧 那小孩哭不了誰要顧 我說你真的會讓我老婆好好休息嗎 我雖然說我沒有說我不相信 可是 以你前面總總的經驗 你有可能讓我老婆好好休息嗎 可是我以為哭到太嚴重了 就直接丟給我老婆 看我老婆在做月子 然後還在顧 那也太累了吧 對啊 哇靠 有一次不是聽說 我有印象你好像有跟我聊到說什麼 抱狗抱小孩的問題 竟然他選擇抱狗 抱狗抱小孩什麼意思 我忘記了 有一次不是在哪個場合然後怎麼樣 然後 反正你丈母娘只在乎他自己的狗 然後小孩 小孩在那邊哭得死去回來還是怎麼樣 他就不鳥 他比較在乎自己的狗 我忘記 忘記 哈哈哈哈 好啦我跟你講 我給你一個月的時間 你收集幾樣東西 第一個指甲 第二個頭髮 第三腳皮 第四口水 我帶你去泰國 幹 一定他媽要 可能要下一點降頭 你這個太難搞了 不要讓他轉正 一定要轉 一定要轉 不過他 水利太久 他現在都在水利 他到現在還在水利 他到現在還在水利 他只要開的稿是 那幾天 就是水利 他開的稿是那幾天 隔幾天 躺前來就說 最近拿幾個星座開始水利 就一定有爬 一定有爬 超準 他是預先的那個什麼指標 超前指標 超前指標 在以前應該應該是個領袖 算命師什麼 部落技師什麼的 超準 他就像一顆地震儀 提前知道地震要來 對啊 超準 不過現在還好啦 因為我那個 現在還好 可以接受了 你是習慣了 我現在在看好戲 重心轉移 轉移目標 我小儀要結婚 把一個人的水小 轉移到另一個的小 我小儀那邊 我看到他也是很難過 他那邊也是很扯 肯定的 對啊 而且如果你 光是你們這種狀況 就已經這麼誇張 如果以一個 就是譬如說正常的婚宴 那我想應該搞不完 他們不知道有沒有辦婚宴 可是 他比較難過的是為什麼 因為他那時候辦我們婚宴 跟我們收12萬6 他的至終費12萬6 他就 他事後 到處去打聽 人家到底都收多少錢 現在的行情是多少 然後他不聽低的 他只聽高的 他說 他們有沒有去問郭台銘 斜對面那邊 我就有問他啊 我就很好奇啊 我問我老婆說 你媽怎麼不去問郭台銘 對啊 直接送你那種房子 你去看有沒有人跟他這樣結婚啊 沒有 他沒有問 他就問他家附近鄰居 有一位公司收36萬 他就覺得 為什麼我那時候只收12萬6 所以 所以 我小姨現在結婚 他跟他那個 他跟他那個 叫什麼 他跟他男朋友要36萬 直接嗆 直接嗆說 我要36萬 然後後來他 我小姨就說 那我們這邊要準備什麼 什麼都沒有 直接嗆出來 老樣子 老樣子 什麼都沒有 我們這邊什麼都沒有準備 什麼都沒有準備 可是我要說36萬 我要跟你說36萬 的智商費 對 智商費 欸 你這樣我們兩個 也升級了 差屌了 也升級了 而且他還不是 還跟你驕傲的說 欸 被你賺到了 我這當初 當初才送你12萬 對啊 他還幫你打折 對啊 他還跟我說 那我是不是對你很好 他這樣 我是不是對你很好 我是不是對你很好 這很不爽 很不爽 真的很不爽 真的 真的 如果真的有去打聽郭台銘的話 是 我爸那時候有去參加 真的 一桌四 最少四五萬 太多 台北的 好一點的飯店要 真的 他如果有去打聽的話 可能他的Label 要升到這個級 對啊 就半大W Hotel 對啊 太誇張了 好了 我覺得 我覺得 太多 太多 太多可以分享 我小姨還有一個很側 真的 真的 好我讓你講 我減在那個 太想講了 精選值 因為我那時候不是說那個 我那個 我們家需要有衛浴嗎 在足夥裡面 那個 新人房有一個衛浴 對對對 我小姨碰到一樣的問題 問題是 他這次怎麼跟人家說 他說沒有衛浴不方便 好第一個是這個 然後第二個是 我看你家齁 你那個 你那個男朋友爸爸 不是最近常被檢舉嗎 他說 我們家風水應該不太好 你要不要直接 打掉蟲蓋 或是你直接買東西的 哈哈哈哈 講這個話 哇靠 直接叫人家把家 把人家去的家弄掉 直接說人家家裡風水不好 太扯了吧 真的 你這張母娘 下次我們要採訪她 對 對 要請她來 再麻煩你引見 等一下先詢問一下 能不能放一個流動廁所 是不是 哈哈哈哈 真的 好扯 這樣很誇張欸 對啊 他還太多 因為我小姨現在那個是 現在進行的事 所以他應該還有很多故事好講 好 我現在就等著看好戲 因為反正我過了 我們可以再來聊一集 對 之後等你來分享小姨子那一遍 對 我覺得這真的是太屌 我今天聽到是 其實是 全程是屬於傻眼的狀態 對 因為真的有點扯啊 我碰到也是傻眼 真的有點扯 就是 你沒有辦法 插任何的話在裡面 我是認為說 假如你要這些錢 是為了你的子女好 我都可以認同 我們也拿得出來 對 可是問題是你全部收到你的口袋 對 然後我老婆又講 講不完 我老婆就跟他吵 就說 那你收了這些錢 全部進你口袋 他說我會幫你存起來啊 嘿 這是小時候說我幫他收 對 他說我會幫你存起來啊 我說好啊 那你存在誰的名下 自己的名下 又不是存在我老婆的名下 對不對 那還不是你的錢 剛剛講這些 我剛剛從頭到尾 每次聽你講這些 我只覺得 可憐啊 可憐 偉大 偉大 辛苦了 辛苦了 如果聽眾有聽這一集 拜託 如果有什麼更扯的事情 有一個 有耶 那我知道 還沒有這麼扯 聊了那麼多人 目前沒聽過 還有沒有更扯的 我們說不定可以再開一集聊這些事情 對沒有錯 我知道身邊蠻多這種誇張事情 尤其是家庭的事情解決不了 真的 都是這種瞎爆的事情 我也有一個很精彩的可以講 我覺得可以放一集來講這些事情 OK 可以跟我下次小姨一起講 可以 好 那這一集差不多到這邊 那 好啦 講那麼多難過的事情 講到吃有FU吧 來推薦一下你覺得很不錯的美食 可以推薦 我要推一下我昨天吃的那個 永川牛肉麵 永川 在中壢蠻有名的 真的 昨天 昨天 而且 不是你外 另外給他一個暱稱叫喜色牛肉麵 喜色牛肉麵 沒錯沒錯 因為太鹹 太鹹 真的太鹹 但是好吃 因為桃竹苗這邊都是客家人比較多 客家人吃比較鹹 對 好 永川 在中壢 可是有新民跟永川那一家 我都吃永川那一家 我們家也吃永川 可是聽說新民才是老自豪 對 但是永川不太吃 各有支持者 所以看你們選擇 好 永川牛肉麵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品嘗 在中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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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那今天大概就到這邊啦 我是蛇九羊 我是Cody羊 我是總中 OK 掰掰